谢谢全球现场我们来关系的是北韩的官媒在今天播放了纪录片 称颂领导人金正恩如何努力不懈带领国家度过史上最为艰困的时期 但是这一部长达110分钟的宣传影片 标题是2021伟大胜利的一年 记录北韩面临国际制裁下的一系列成就 包含了飞弹研究的这个进展 还有各项建设以及战胜疫情的努力 影片还显示金正恩骑着白马独自在沙滩上看日出 不过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身形明显变瘦了 在雨天视察工地走楼梯的时候 看似这个步伐缓慢不稳 也让外界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尽管Omicron变异株病例创新高 但是丹麦在今天还是告别几乎所有的防疫限制 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欧洲联盟第一个松绑的国家了 将会从2月1号开始免戴口罩 当然现在世界都在看他们这项措施宣布之后 到底对疫情会有什么冲击 不过其实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说了 现在宣布战胜疫情或是企图放弃防疫措施 都为时过早 好对于这个北京冬奥来说马上就要登场了 不过在今年其实防疫工作格外的重要 但是我们来看到其实在冬奥的选手村 还是飘出了蛮浓厚的链味 张家口冬奥选手村餐厅里推出春节传统特色美食 从春卷烤鸭到火锅都有 就是希望世界各国运动员能够借由这次春节的机会 感受舌尖上的中国 大家一起就哪怕吃的很简单的东西 最后都要一起包个饺子吃一顿饺子 这个就是团圆的饺子 选手村餐厅近日推出现场制作的水饺 饺子也精心设计以牛肉大葱馅为主 口味上对各国运动员而言都比较容易接受 而且避免添加过多调味料 确保运动员在体验春节气氛的同时 可以吃尽营阳美味的食物 奥运会又感到中国的春节 所以其实也是挺有幸的吧 能跟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一起过春节 生疏的握着毛笔 外国记者模仿着范本 一笔一画写下符字 北京冬奥会的主媒体中心 举办了写春联 写符字 做红包等活动 让各国记者一起体验农历新年 自己写好的春联更可以带回国纪念 我喜欢它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做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丽的习惯 非常棒的习惯 小心翼翼的剪下一刀 在志工的帮忙下完成 张开就是一张漂亮特殊的图画 大陆传统的剪纸艺术 吸引外国记者一起动手做 写出张张别具特色的春联 也让疫情下的北京冬奥 仍旧飘散着浓厚的春节气息 记者刘嘉宇报导 北京的冬奥总共分成三个赛区 其中张家口的赛区的雪如意滑雪大跳台 因为外形和中国的传统古物如意 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就成为这一回冬奥会的明星场馆 由于在室外进行比赛 最低温度可以达到摄氏零下30度 因此主办单位还特别设计了一款发热的座垫 观众在比赛之后还能够带回家 银白色的冰雪覆盖天地 位于河北张家口赛区的滑雪跳台雪如意 犹如在童话世界里被厚厚铺上银白色的糖霜 雪如意是世界上首个采用全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的跳台滑雪场地 是当今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跳台滑雪场馆 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跳台滑雪赛道 占地超过62万平方公尺的雪如意 除了是大陆首座达到奥运标准的跳台滑雪场 其中更因为外形与中国传统古物如意相似 成为北京冬奥会的明星场馆 而作为出发区总面积达3900平方公尺 连接多个奥运场通道的顶峰俱乐部 如同冰手的圆环建筑也被称为冰玉环 冰商是造型独特的悬条式圆环建筑 可360度俯瞰周围山色 整体造型成S型的雪如意 从最高点的冰玉环到最低点的观众席 总落差达到160公尺 坡度约60度 而在中间段的竞赛区分别剩两条136.2公尺 相当于40多层楼高的大跳台 及114.7公尺的标准台 我现在就是运动员的视角 但这个角度看下去更吓人 就是感觉是差不多90度垂着下去的 如同如意秉身的跳台 分别由驻滑道、起跳区、着陆坡及停止区组成 并由K线来决定运动员跳跃后降落的长远 来进行加减分 HS则是用来测量运动员从跳跃到结束的坡高 着陆坡上可以看见一条标记着K的直线 以及一条标记着HS的直线 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呢 K线是距离分的评分圆点 根据运动员实际跳跃落点加分或减分 为了让观众及选手明确地清楚领先者的成绩 滑雪道上也将透过雷射线来标记成绩 另外场地中还会有一条位置不固定的激光线 用来显示目前领先者的成绩 以方便选手和观众直观了解 这一条和领先者之间的差距 终于来到最后 选手着陆的停止区 总面积达8400平方公尺的场地 不仅可以容纳5000个座位区和3000多个站席 值得一提的是 以标准足球场打造的丙尾 在赛后还真的可以作为足球场 即滑草道使用 雪如意的着陆坡 冬季造雪 夏季铺设特殊的人工草皮 由此雪如意一整年都可以举办比赛 为了保障选手的最佳状态 及观众的最佳品质 面对低至零下30多度的张家口赛区 北京政府不仅在观众席上安装了发热座椅 让观众在赛后还可以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对于选手的休息区 主办单位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看似单薄的集装箱板房 究竟是如何保暖的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板材都是经过保温处理的 就是这块板子吗 看起来薄薄的一层啊 对 但它后面有都填充着这些保温材料 都填充在里边 就相当于给它穿了一件棉袄把它裹起来了 对对对 是这样 不同于一般工程用80至100绒种的材料 雪如意常管理的集装箱板材 则是用了120绒种的保温材料 以确保选手们能够在低温下依然发挥最高品质的实力 2022北京冬奥将在2月4日晚间7点30分盛大开幕 属于奥林匹克的冰雪故事 将在中国大陆写下崭新的一页 记者谢海宇报导